哈哈哈哈,我要去马路对面找金斗猿 天大危险,我得去救他 啊,怎么回事 哎呀,我做电线干上了 刚才好像是他救了我 谢谢你刚才救了我 哈哈哈哈,也没什么了 走吧,我带你去找宝石 什么宝石 就在这里吧 哈哈,金斗云 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坐好,我们要出发了 哇,飞得好快呀 嘿嘿,那是 睁开眼吧,我们到了 哇,好多宝石呀 作为感谢,这里的宝石你可以随意挑选 这个宝石好大呀,我就要这个吧 好了,很高兴认识你,再见了 阿琪在干什么呢 哇,那么大的宝石,我也要得到宝石 等小精灵在路上跑着的时候,我偷偷放上夹子 他肯定会踩到夹子的 嘿嘿嘿,我就可以让他用金斗云带我去寻找宝石了 怎么会有夹子 哼,才难不倒我呢 嘿嘿,轻轻松松 这下跑不掉了吧 快带我去寻找宝石 那好吧 哈哈,终于到了 我太喜欢这些宝石了 这些宝石太重了,金斗云根本飞不动 别废话,赶紧给我起飞 那我就试试吧 赶紧的 哈哈哈哈,还想骗我 这不是也飞起来了吗 哈哈哈哈,飞得已经够高了 糟了,金斗云散了 你快想个办法呀 啊,救命呀 我们两个都要完蛋了 救命呀,谁来救救我呀 我的宝石不要沉入海底 救命呀 好像有人掉进海里了 别怕,我先用云网救你上来 毛毛一定要坚持住 小心巨峰 毛毛都怪你贪彩 差点害死大家 我错了 哈哈,小朋友们 欢迎你们来到糖果工厂 快看,这是一台草莓糖果鸡哦 哇,原来草莓糖果真的是用草莓做出来的呀 嘿嘿,我来给小朋友们 我们操作一遍吧 机器能把草莓压成果汁 然后混合糖浆搅拌成条 最后再切成一颗一颗的糖果装进瓶子里 哇,好神奇啊 小朋友们,你们想不想参与到糖果的制作中来呀 我也要做糖果 小宝宝们兴奋地踩动着自行车 机器也被快速带动了起来 草莓糖果条成功被小宝宝们制作了出来 哇,就差最后一步了 我们的草莓糖果终于制作成型了 哈哈,我要吃草莓糖 好甜呀 自己制作的糖果真好吃呀 小朋友们 接下来这台是棉花糖机哦 你们肯定会喜欢这么可爱的棉花糖的 哇,莫非这是给我做的棉花糖吗 我们用糖果来给小汽车棉花糖装上眼睛和嘴巴吧 给,这是你的警车棉花糖 哇,太棒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做一个黄色的棉花糖吧 小黄,这是你的棉花糖 哇塞,好甜呀 我喜欢棉花糖 厂长,我也想要一个棉花糖 嘿嘿,小粉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棉花糖哦 大家快看,我的棉花糖做好了 可是我做的没有厂长做的好看呀 小粉别难过 我们给他带上发卡 哇,这样好看多了 天呐,天天竟然失去了理智 人们瞬间被吓得四处逃窜 哈哈,这些月狗全都是我的辣 哇,好满足呀 糟了,天天体内的暗黑力量正在慢慢地侵蚀她的身体 哈哈,我要魂灭冒险玩 什么,天天竟然发疯了 她生气地咆哮着 哈哈,搬设小型飓风 城市瞬间被小型飓风震得四分五裂 这简直就是灾难呀 天呐,这根本不是冒险玩 这就是灾难现场 不不,我必须阻止天天 天天快住手 城市一片混乱 人们被吓得四处乱窜 哈哈,真是太好玩了 啊,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啊 糟了,卡丽有危险 天天,我不能再由着你干坏事了 我必须阻止你 发射超声波 天天瞬间被超声波震飞了出去 可恶,快放开我 天天,我不该复活你 让你变成坏兽的模样 啊,快放开我 天天,对不起 我不能让你继续祸害人类了 我会记住你和我度过的美好时光 你曾经是那么的善良 婆婆,你肯定不希望变成坏兽的模样的 阿奇再也忍不住伤心大哭了起来 终于她下定了决心把天天恢复了正常 天天,对不起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阿奇在天天的墓碑前失声痛哭了起来 哎呀,好热呀 哇,游泳比赛真精彩啊 妈妈,这个天气也太热了 我真的要被热晕了 有办法啦 嘿嘿,咱们可以去游泳管理游泳啊 哇塞,真的吗 太好了 此时游泳池里已经聚集了不少的小朋友们 哦,我的身上好多水啊 妈妈等一下,地上有水 佩奇,怎么了 妈妈,我们还是小心未妙 哇,我家佩奇真是太贴心了 那是当然了 好啦,我们去游泳吧 妈妈,你还是带上游泳圈吧 这样会更安全呢 哈哈,宝贝,妈妈会游泳啦 这个游泳圈你要带好哦 吴奇你看,妈妈以前可是游泳运动员呢 妈妈,危险 嘿嘿,佩奇你看,妈妈在这里呢 太好了,妈妈你真的会游泳呀 我要跳进水里了 来,妈妈教你游泳吧 哈哈,我要好好抓弄一下丹尼 丹尼皱眯着眼睛在晒太阳 天呐,苏西快停下来 什么,快停下来,危险 糟了,丹尼被抛进了游泳池里 哎,真是吓死我了 哎呀,你们小心点呀 好的,我们会小心的 妈妈你累了吧,快喝点水吧 太谢谢你了,佩奇 哦,妈妈快看 佩德罗和丹尼正在比赛谁游得快呢 妈妈,你肯定游得比他们快 猪妈妈决定也参加到游泳比赛中去 哈哈,我也要参加游泳比赛 比赛开始 妈妈,加油 猪妈妈真是太厉害了 她居然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妈妈,你真是太棒了 我也要学会游泳 好累呀 救命啊 天呐,爸爸妈妈全都变异成了狼人 我该怎么办呀 对了,狼人肯定会喜欢音乐 乔治激动地跑到了录音机前 他兴奋地打开了音乐 嘿嘿,我先躲在电视后面静观其变吧 猪爸爸和猪妈妈很快就被音乐声吸引 他们跟着音乐开始摇摆了起来 跳起了尬舞 哈哈,果然不出所料 就让他们这样跳着先吧 我要趁机出去寻找解药 乔治一脸窃喜地朝门口狂奔而去 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乔治逃到院子后却惆怅了起来 我该上哪找解药呀 对了,马博士肯定有办法 马博士,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哈哈,这是我最新研制的狼人病毒解药 太谢谢你了,马博士 乔治拿着解药便往家赶 姐姐,我来救你了 勇敢的乔治顺着楼梯一路狂奔 他决定先解救佩奇 这样他们两姐弟就能合力救出爸爸妈妈了 发射解药 哇,被解药击中的佩奇瞬间恢复了正常 姐姐,我们赶紧去救爸爸妈妈吧 好的,快走 他们快速地朝客厅跑了过去 爸爸妈妈,我们来救你们了 哇,我终于恢复正常了 爸爸,接下来是你了 哇,乔治你真是太棒了 大家都高兴地手舞足蹈了起来 我要去泳池里玩球 哈哈,真好玩 今天真热,我要去洗个澡 啊,哼,我还是回家玩吧 哈哈,太好玩了 真是太好玩了 天呐,好害怕 哈哈,救命呀 小宝接住救生圈 哈哈,得救了 我用马桶砖子试试 哈哈,好了 哈哈,我要脚装教师去吓唬小朋友 哈哈,成了 我要去吓唬小朋友了 哈哈,我要去找小红玩 哈哈,好可怕 哈哈,小红 哈哈,真好玩 不好,厕所流水了 这可怎么办 哈哈,我先把地上的水泊盖 这样也不行呀 可以试试马桶砖子 还真管用呀 哈哈 哇,泡泡真漂亮 哈哈,小兰静我玩一下 不行不行 哼,真小气 有了,我去马桶玩泡泡 哈哈,马桶里肯定能出很多泡泡 哈哈,很多泡泡真好玩 天呐 小宝,你怎么搞得那么多泡泡 只有在浴缸里才能玩泡泡哦 哈哈,我要去马桶里玩小鸭子 我把小鸭子扔进马桶里 然后冲水 嘿嘿嘿 小鸭子,进去吧 哈哈,我要冲水了 啊,马桶怎么了 马桶是不是被堵住了 马桶堵了怎么办 我好害怕 天呐 马桶怎么喷出来那么多水 我先把地上的水擦干 用马桶穿子应该就能说通了 小宝,这是你的小鸭子吗 嗯嗯,谢谢妈妈 你看这是卫生纸 给我看看 哈哈,真好玩 你们两个在里面干什么呢 快开门 糟糕,被妈妈发现咱俩准来住 咱俩把这些都丢进马桶冲走吧 冲走就不会被发现了 啊,马桶这是怎么了 你们两个快开门 对啊 马桶怎么堵了 幸好这里有个马桶穿子 你们两个别哭了 已经好了 怎么办 还不测许 你才能看见 在里面的店银行 有个马桶